各位亲友们,各位张伯们,我是金慧,我目前还在武汉汉坑这个疫区,我向大家汇报一下,目前我们整个湖泊,甚至全国的疫情情况,现在已经有9万多人吃,这个病毒的传染几率是多少呢? 就是一个人传染之后,如果说他没有被优效的隔离的话,或者说进行优效的资料的话,他会传染给他身边的14个人,那么这个技术就很大了,现在真是纯洁家气之际,天然地不恶劣,亲戚朋友,子女,都往家里干,都是为了和家团圆。 在一起,气一顿,判年番,现在情况特殊,我希望大家不要出门,不要聚会,不要聚传,纯洁年年幼, 只要忍平安,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在一起。 都已经约过了我们的商级,危机卫,及各个行政部门,市政府,省政府,透过各大媒体,再向社会发起五资募捐,这个五资,是一辆五资。 就是,比如说我现在戴的红目镜,戴的一次性的口罩,戴的一次性的收套,身上穿的这个隔离衣,甚至是隔离裤。 这个五资,特别精确,我们现在的医护人员,凡是从临床下来的,现在全部都有重新上了一线。 我现在想办法就是在货线上,给大家录这个录像,就是为了让大家引起精确。 我再强调一次,纯洁放假期间,不要出门,就自己在自己屋里呆道。 要不然,我在前方平民,是为了什么? 我就是为了让我的妈,我的情人,他们健康。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。 我也知道,有些亲戚不在群里面。 亲看到我这个消息的人,相互打电话,相互通知,一定要做到。 我希望大家能够提高人生,这是一个政治任务。 而且报告一个大家,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消息。 这个新型冠状病毒,已经发生第二代变异了。 也就是说,在第一代变异的时候,我们可以对症治疗。 那么在发生第二代变异的时候,这是要命令。 如果他的感染几率,就不是一个人传染,一个人得伤的这种病,传染身边14个人。 那么他是请包发心智的。 望大家,一定要劳起。 不要出门,不要窜门,不要集会,不要聚餐。 谢谢大家。